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时下午部分时段预约已经爆满 历时15年的本港最大型视觉文化艺术馆 M家博物馆早上10点开放 官方先举行仪式 多名管理层出席 工作人员都难也兴奋 过百名市民一早排队 人龙一度排至西九草坪附近 人群中包括今天九十大寿的他 部分展品展示当代的社会状况 有市民称希望从中找到回忆 担心当代艺术品太难抖不要紧 扫一扫二维码随时都有声音导航 博物馆分为六组主题展览 暂时展出约1500件展品 涉及古今中外 对于部分展品 包括艾未未的中指图 暂时没有展出 有市民称失望 也有市民称在意料之内 始终都明白为什么不行 希望有机会都会看看 而不说只是职着这两题 如果他职着这些东西 他可能开不出 因为禁止了整件事 那么就做不好 M家博物馆馆长华安雅治 馆内有艾未未的其他作品 形容博物馆展品众多 部分是其他亚洲地区没有 或者未曾展示过的 至于如何去M家博物馆呢 市民可以乘坐港铁到九龙站 或者科室滇站 步程至少要十多分钟 或者选择乘坐多条巴士 及专线小巴路线 水上敌势也以事办形式 在开幕日及本周日起 逢周日及公众假期途经吸酒 在经牛麻地的临时设施下船 步行前往博物馆 五星电视记者徐翰报道 本港新增一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患者已接种三剂疫苗 验出带L452R变异病毒株 而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下周一讨论 是否建议降低科兴新冠疫苗的 接种年龄至三岁 委员会成员孔凡亦表示 既早前收到科兴降低接种年龄的申请 目前也已经收到相关数据 将于下周一的会议上讨论 目前接种科兴的最低年龄是18岁 如果建议获得通过 即使三到十七岁的儿童和青少年都可以接种 而复必泰目前的最低接种年龄是12岁 最新消息 63岁男子离世前两天接种首剂科兴疫苗 死因庭陪审团一致裁定死因存疑 另外本港正跟内地商讨通关 下周一起香港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禁区指定范围 会分为两个区域 分别处理内地及国际旅客 两个区域的员工也不可跨区 新措施涉及一号客运大楼 禁区范围内的敌港层和离港层 根据机管局发出的内部通告 下周一起将分为负责国际航班的床区 以及内地航班的旅区 其中离港层一到二十四号闸为旅区 二十五到七十一号闸为床区 敌港层闸口分区相弱 一到四号闸暂停使用 机管局说相关服务承办商必须设专责团队 分别处理这两个区域的航班 内部通告列明 两区职员要避免有接触 互相不能进入对方的区域 如城区及负责国际航班的人员 一开始要经过绿区 机场会在两区之间 设全身消毒通道设施 以减低风险 有工会说 新措施会为营办商带来人手压力 但认为可以减低感染风险 他就说国际航班一般有通宵机负责的职员会有额外津贴 关注如果负责内地航班的职员可能因此减少津贴 影响生计 酒店提供五百个房间 每晚收费六百五十元 房间数目较全湾私立酒店多 全湾私立酒店下月起 替出外拥检疫酒店 留起做其他检疫用途 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最后一天 地区直选方面 中医师李嘉兴在立法会议员谢伟俊陪同下 报名参选九龙东 该区已参选的有邓家彪 颜问宇 陈敬雄 胡建华 五人征两席 暂时是竞争最激烈的地区 而港岛东方面 新建东北则有四人初选 全部十个选区都有竞争 最少九区有非建制派出战 二十八个功能界别里 目前二十七个都有竞争 其中医疗卫生界暂时有六人报名 四十席的选委会界别 前保安局局长 新民党常务副主席李栋国将报名参选 该界别早前已有四十九人报名 截至昨天 共接获一百四十六份提名 有关的参选人资料 可在无线新闻网页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扫描二维码看到 中共中央介绍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提到全会最重要的成果 是审议通过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 主要总结中共百年奋斗成就及历史经验 中宣部在记者会上形容 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就是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 中篇融会了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建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所进行的奋斗牺牲和创造 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记者会上又提到 这份决议对推动全党统一思想 意志和行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又用三句话总结决议的评价和定位 第一 决议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第二 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第三 决议是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全会公报也提到 确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共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是明星所向 如果党中央没有核心 前党没有核心 那是不可想象的 是很容易搞散的 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 坚决用户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前党就有了定盘心 全国人民就有了举行骨 中华辅信号助人就有了掌舵者 面对金的海浪 我们就能够做到运品风浪起 稳作钓鱼船 无线电视记者李倩报道 亚太金河组织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本港时间今晚揭幕 据报下周举行视像峰会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美国总统拜登会先在这个会议平台虚拟通场 为视像峰会创造良好气氛 亚太金河组织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稍后在新西兰举行 鉴于当地对新冠疫情的严格防控措施 来自二十一个经济体的领导人 只能透过视像出席会议 据报焦点之一 将会是下周会举行视像峰会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美国总统拜登 随着日前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表示 美国无意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以及无意围堵中国 显示美国在对华双边关系的态度有软化迹象 加上在更 外界忧虑 会令中美紧张关系升温 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 据报美国时间下周一 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十项会议 中方多次批评美方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理打压中国科技企业 敦促美方公平公正 对待中国企业在美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温乔菲报道 测大致天晴及干燥 晚间大部分时间多云 市区最低气温约20度 新界还会再低几度 明天最高气温约26度 吹和缓的东北风 离岸风势见钟清净 四点钟的气温是24度 相对湿度4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限制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 暂都是中 紫外线指数是2 强度数一低 新闻报道完再见 明天见到这里